有一个小和尚救回了一个亲生自杀的人 那个人刚刚醒过来就对方丈说 谢谢大师 但是我相信你们不要花这么多的力气来把我救活 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 我不想再活了 我决定死了 今天不死 你们把我救起来 我明天还会去死 方丈叹了口气说 孩子我确实救不了你 我也制止不了你的想死的愿望 但是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的债还清了没有 那人感到很奇怪 我们家里虽然贫穷贫寒 但温饱尚可并不成借贷啊 没有借别人的钱 方丈缓缓开口说 孩子啊 你的生命借至于你的父母 你便欠下父母的债 你的吃穿用借至天地三穿 你便欠下天地之间的债 你的知识和智慧 借助于你的老师和你的师父 你便欠下你老师和师父的债 人的这一辈子欠下的这么多的债 真是太多了 你没有把债还清 你就想离开这个世界吗 那人突然之间恍然大悟 那么说明我欠下了很多债 但是我应该怎么样来还呢 方丈笑笑说 哈哈 这有何难 只有两个字就够了 那个人迷惑地问师父说 这个大法师 请您告诉我哪两个字 请指点 方丈微微一笑说 孩子啊 珍惜二字而已呀 记住了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要珍惜 我们身边的帮助过你的人 每个人都要珍惜 曾经救过你的人 每个人都要珍惜 自己身边和你的朋友 和拥有的一切 希望你们懂得珍惜 你才不会失去啊 珍惜的人才会拥有未来 不珍惜的人 他就没有未来 所以懂得珍惜 那是学佛的第一课呀 乐业 感谢观看